作为一个台湾人 光晚省早日回到我们祖国的怀抱 这一代人一定要把台湾带回家 我一个出生在中国台湾省的中国人 哈喽大家好我是八九 今天台积电的股价破了1000以上 台股也上下了23500多点 而中国A股在2997点 恭喜胜上 又在今年多次的跌破3000以下 那北京交易所这个交易量下降了90% 深户交易量也是创今年的新低 中国10年起的国债 也是在央行宣布要进入第一市场之后暴跌 也就是说 非常多的投资人是不看好中国经济复苏的 继续吹中国牛逼啊各位 而昨天在国际上又发生了三起 揭穿中国政府恶行的事 好像在台湾还有一半的人看不清楚 非常的可悲 你们当初到底来台湾干嘛 就继续留在大陆啊 骄傲的做一个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中国人不是很好吗 对吧 因为你们夸的中国现在很棒 都是共产党带来的不是吗 那先说第一起吧 意大利海关在近期听取了美国在6月18号得到的情报 表示中国准备在7月啊 偷渡军用无人机到非洲 由意大利转岗 没想到意大利海关真的给查到了 中国偷渡了无人机啊 分装成6个货柜 准备转岗给非洲的利比亚 为了榆木混珠啊 还刻意贴上了锋利涡轮零件 来掩盖实际内容物是一架翼龙无人机 那这台无人机啊是军用的嘛 而收获方啊是利比亚的军事强人哈尔塔夫 中共国啊不仅虚报内容 还一边痛骂援助乌克兰的欧美 援助以色列的美国 我们来看一下这段被查获的影片吧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也是我觉得蛮夸张的 哈马斯最近秀出了他们的军火装备 那条影片嘛 结果赫兰发现桌面上的那个炮弹啊 就是中国设计跟制造的105mm反坦克火箭 以色列媒体也公布其他资讯 像是在敌人的逃沟中啊 在敌人的地道中啊 发现非常多来自中国以及北韩的武器 你看那就是粉红标准嘛 一边骂着提供武器 保卫自己的国家 一边卖武器给侵略他人的国家 然后又假装自己很中立 不投票不谴责不讲话 然后又呼吁大家要和平 结果你又跟侵略他国的领导常常见面 却不去见被侵略方的领导 普丁这次不是接连访问中国跟北韩嘛 明显就是这三国都在互相利用 利用什么呢 俄国跟中朝两国 要枪要炮 而俄国可以提供天然资源给中朝两国 尤其是北韩现在面临非常严重的缺粮 那中国则是想继续 让俄乌对抗 分散西方对中国的制裁 关于中国经济问题啊 还有中国未来粮食肯定会短缺 你们可以回去看我前面几条影片啊 都有分别的讲 那这里就不赘述了 还有第三件事情啊 根据法广以及法国世界报的报导指出啊 法国总统终于下令驱离了 在今年于戴高乐机场绑架反共中国人 林华 囚禁林华于地下室的中国驻法外交官员 以及一些特务 这些中国特务可是赤裸裸的被法国记者媒体现场抓包 揭露这个消息跟得到这个风声的 也是我认识的一位在欧洲反共的四专青年王静宇 而他也是莫名其妙的因为在网路上批判中共中央 而在疫情期间呢被通弃 而林华做了什么事情导致他要被绑架回中国呢? 他长期在海外批判习近平以及毛泽东 并且声援台湾以及香港 而他单支影片的流量也才几百人观看 全部加总起来可能还没有一支流量高 像他这样的也可以被中共给盯上 所以你就知道中共的标准是没有标准的 就是这个没有标准可以让你无所自从 就是没有标准的标准才可以让你不敢做任何事情 最可怕的威胁就是你不知道他怎么定义的 而中共威胁这个林华你若不肯回去啊 你还在中国的家人就等着看吧 所以他才被强压到了法国机场 伪装大家都是中国游客 哎我们啊买机票回国很正常对吧 没想到被我这位朋友王静宇给揭穿的 这是法国的记者啊 电视台的他们要想着我们的警法 护照在哪里? 要听到 一些中国的公司的公司 他会托识了一些公司的公司 他会在这个车上的情况下 结果还有C进的台湾人在发文说什么 你看我在上海我在广东 我在北京很安全啊 欧美台韩的媒体都在造谣啊 你在搞笑 在法国都可以被抓了 那你跟我说这条影片是什么 法国总统夏立那个都是假的是吗 夜路走多了你总会遇到鬼吧 你没有遇到鬼的经验 就不要出来秀你的这种见识 我可是长期跟这些人接触过的 我也曾经亲自采访过他们 我也间接的参与过 推特上李老师被中共特务找的过程 去年我不是到意大利吗 那这里我不赘述了 这过程以前都讲过了 那我们都说了 是随机的看执法人员的心情 跟左人手枪里面 放一颗子弹 随机玩俄罗斯转盘一样 除非你本身就是舔共的 不然我教你怎么验证来打脸我们这些造谣 你去中国的任何一家公安局开直播大喊 中国共产党下台 习近平下台 台湾是台湾 中共是中国 我家总统是赖清德 你如果在警察面前直播 被警察听到 你们有被抓 那就证明我们造谣对吧 我们说的都是你会被随机抽查 如果翻出有反共言论的话 你就会有危险 如果你本身就是舔共的 也认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人也发表过这种言论 那你能有什么危险呢? 你不要搞笑嘛 最后啊 还有一名中国留学生在新竹的清华大学看板上贴上了 留岛不留人 我跟你讲你有本事就来实践你人已经在台湾岛上了 不要跟岳部群一样只会躲在后面放冷箭 然后又夸夸其谈贴在小红书上贴在微博上 你看我留岛不留人 我统一台湾扛起枪拿起炮去实践 什么一银的小粉猴 你知道自从圣上上台之后啊 已经有99位军事的将领 包含外长包含你们的国防部长前两任 还有上将中将少将司令员 90多名 台湾还没收复你们自己90多位军事高官 全部落马下台判刑 死的死官的官 你怎么打台湾呢? 作为一个台湾人呢 今天也看到了我们大陆的东部区域正在实施演习 我们也真心希望 广广省早日回到我们祖国的怀抱 我们两岸本来就是一家人 我们就应该少点冲突或点爱 我们这一代人一定要把台湾带回家 我就真的说真的你们来祖国大陆走走看看吧 你真的会发现和媒体描述的简直毫不相关 2035年高铁通到台湾 我会做人第一组的班次 下车站后飞快的去拥抱我的家人 我一个出生在中国台湾省的中国人 香港回归27年 一国两制 同心同梦 期待我们这最后的台湾小妹妹尽快回家 一起共筑伟大中国梦 一起普天同庆 一句欢迎台湾当归回家 作为身在台湾生活的我 感受到了祖国以及祖国的家人 对台湾家人的那种迫切的团聚的心声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 见鸟归零落叶归庚 身为中国人回家 才是最幸福的一件事情 期盼台湾会 首先我很不想要陷入这个回不回家的逻辑陷阱 因为你认同回家就代表你承认你跟他是一家人 只是你不满意这个家 对吧 那没有关系嘛 我们今天就退一万步来说 如果今天要放入这个回不回家的逻辑那就是站在中华民国派的立场 那如果是中华民国派的立场那是中华民国先成立的对吗 那怎么说你才是那个叛逆霸占家里 然后又把老父亲赶出去 结果看老父亲在外面发展的又不错又赚得蛮多钱的 然后你现在自己经济搞垮家产败光 把自己的妹妹啊亲戚啊都绑架啊 毒打他们把他们当霸海铁链女 然后天天又在威胁你自己的老父亲 文公武贺 拿菜套在那边回来回去 在他新家的院子那边放个火 然后你说这是我们对台湾同胞的爱心 我们释出善意 所以希望台湾要回归 哦原来你们这些台湾人想要看到的回归是这样子啊 原来你们想要跟别人当一家人是别人拿着刀拿着枪拿着火炬 在你前面回来回去绕来绕去 然后你就会觉得哇好暖心啊 你是抖M是吧 他拿着B片呢 他会把我绑起来吧 我好兴奋哦 我好想跟他当一家人 你们都是这样子的是吧 我跟你说先不管回不回归 你们先去把钱买中国的国债跟A股 你再跟我讲台湾该不该回归 如果你们自己都不看好中国的发展的话 你要我们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干嘛呢 我们还可以发现 印尼也跟上了欧美与土耳其加大对中国关税的制裁哦 印尼宣布要对中国商品征收200%的关税 那更魔幻的是什么 江苏政府在7月4号宣布了将购买特斯拉 进入党政机关 相信老观众都知道魔幻的点在哪对吧 那新观众可能不知道 那这里提点一下 去年啊 中国各大党政机关都无差别的启示特斯拉 甚至啊 有一辆特斯拉在高速上超了一台官员的车 合理的超车哦 不出15分钟 这台特斯拉马上在下一个高速路口 被交警给拦停了说特斯拉不让上 也没有任何的理由 就让他下去交流到了 并且当天也禁止了所有的特斯拉上这一条高速上 而小粉说什么呢 因为特斯拉是美国间谍 所以啊 这个有些特定的高速公路啊 有些特定的党政机关啊 不能给特斯拉进去 因为特斯拉的车会为美国收集情报 所以要禁止 我跟你说 美国真的不需要搞这些 美国的情报比中国跟俄罗斯的情报准300倍以上 当初你们说啊 俄罗斯不会打啦 结果美国说会打 对吧 前两个礼拜跟你说会打 结果真的打了 小粉红当初还在嘲笑美国情报不准 刚刚前面提到了 美国在6月的时候说 7月中国要偷渡无人机 结果 意大利海关抓到 就你们小粉红到底 从 川普开打贸易战之后 你们到底准了哪一条 你看你们吹中国经济 中国机器崩 你们吹中国A股 中国A股崩 你们吹中国晶片 中国晶片崩 你们吹华为 华为崩 你们吹这个5G发展 5G发展崩 你们到底吹什么崩什么 你们不要再吹了 太可怕了 好吗 所以话说回来 小粉红你们是否要去抗议一下苏州政府了 苏州政府杀人猪心啊 先前害怕这个苏州日商啊 大规模渐进式的撤资 去赞扬胡有平 胡有平舔日啊 不是被你们痛骂吗 那现在苏州政府又搞一个舔美 让特斯拉进来收集这个 党政机关的情报 看一下秦刚的下场吧 小粉红你们赶快去阻止一下苏州政府 搞什么啊 大逆不道啊 太夸张了吧 今天的影片到这就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我不想记得 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白小小 下期见了 拜